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術 賺錢真快速 今天大盤繼續下跌 鴨尾盤跌了35點 這一波裡面 只有一種人可以賺錢 空軍 空軍在這一波裡面 是賺錢的 對吧 所以你說今天繼續再賺 那我敢說 我不相信在這一波裡面 你說你做多 你能夠怎麼賺 我想只有做空能夠賺錢 而在上個禮拜五 我提醒你 你要在利用這個恐慌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要做一些事情 我想在殺下來之後 開始很多人都說什麼 請你小心 請你小心 一犬廢影 白犬廢生 是誰在上面告訴你說要請你小心 寒情之巔 今年高點就在520 有人是在上面給你提醒到風險所在 一路放空下來 已經大跌了700點 還有一種人是 上面告訴你做多壓回買壓回買 殺到這個地方 他該告訴你什麼 趕快利用反彈的時候做投命 投資朋友這差在哪裡 什麼人有這個資格告訴你說 你可以利用反彈做投命 如果是之前叫你去買 他在上面 然後開始翻口供說趕快 注意喔 如果有反彈的話 趕快要賣 那個對你的幫助真的有幫助嗎 還是之前是一路做空下來 等你看到大盤殺到7700 7600的時候提醒你 提醒你 接下來的反彈裡面 你一定要做好動作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有反彈 你要不要逃命 如果沒有反彈 那麼你該怎麼做 投資朋友 今天的盤視理論你看到什麼事情 這個缺口沒有填補 我們要放輕一點 對 放輕一點 缺口沒有填補 而低點也沒有灌破 在上個禮拜五的這個大量 超過千億的量 他表示到一件很關鍵的事情 禮拜二明天 是非常關鍵 你必須要把你的動作給做對 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大盤殺到7739的時候 我給你提到什麼 恐慌中你該做什麼事情 你把它放輕一點 對 我說過要解決你的問題 解決你什麼問題 第一個 有些乾破 做頭的緊線 的股票 要先處理 還有一些 已經做頭的股票 破線 你要怎麼處理 以及高融資的股票 有利多 你千萬不能夠攤平 投資朋友 我們來看 今天你看到合作 殺到點贏吧 這些是什麼股票 乾做頭的股票 有沒有 乾做頭第一根破線 你如果繼續看 賠到錢 那是你自己當你自己 TPK 這一天就贏一贏 有沒有 還沒破線之前 乾破 拉下影線 就提醒你 真的你一定要跑 還有 三四八一 群串 是不是也是 頸線 開始灌破 如果你不跑 蹦蹦蹦 今天要打到快點停板 上個禮拜已經提醒你了 你要利用恐慌的時候 趕快處理動作 你不管是賣掉或是換股 或者是跟著我們一樣 做空的 你到機會可以翻本 群串今天是不是殺快點停板了 只有一種人 無法賺錢 就是關完的 投資朋友 有些股票 像是已經破線的 易容店 已經做頭破線的 是頭部破線 破線之後 你要利用反彈的時候說 做賣 二四五是一輪八顆 也是 頭部都已經破了 前面你都來不及跑 一直看 現在燒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再繼續看 繼續看的話 反彈 你一定要做頭命 宏達店也是 頭部都破了 從上面你看到什麼現象 有些股票是已經剛開始做頭破 有些是已經破了 往下殺 在急殺的那一段裡面 你如果砍在低點的 我真聽你感到可惜 你應該利用反彈的時候做賣 因為股票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一檔一檔一檔說 你的股票該怎麼處理 如果你的股票 剛好是我們剛才所點到的股票 我會建議你 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來店做諮詢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你 投資朋友 還有像一種股票 還有一種 像這個 尤達 一直殺 高融資有利多的股票 這個你一定要跑 宏達店 高融資有利多 千萬不能夠做攤平 這個也是 不能做攤平 所以並不是說 看到大盤在殺 股票在殺 逢低可以買 如果逢低可以買 那麼你會越減越套 越買越套 所以該怎麼做 我想我們都是秉著一種 誠信叮嚀你 叮嚀你 在恐慌中你要做什麼事情 處理問題而不是等待問題 我想除了做股票以外 還有很多人的情況是什麼 做期貨 你的期貨如果是 之前是六月份做多 然後多端輸了 七月份一轉餐之後 結果隔天蹦蹦下來 多端套數了 在昨天砍掉之後 今天的動作是左肉雙八 你的指標是不是告訴你說 早上開盤的時候開低 破去做空 盤中突破 多端空端停損 開始做多 就殺下來 所以今天很多人的指標 是多風雙八 對吧 你過去做不順的 今天如果你繼續又做錯 我們建議你還是要換 一個能夠讓你賺錢的方法 我們不怕貨比貨 只怕你不試貨 你看到我們過去這一波的一個操作 就拿最近來說好了 六月份結束了 我說告訴你 七月份的列車已經開始啟動 你要跟上腳步 我想那時候跟你修修的時候 很多人說 老師啊 六月份跌那麼多了 還會殺嗎 我怎麼講 6月19號 告訴你 七月列車 今天開始進殘 最後散車機會 當時在8056 放空 7893放空 7893放空 殺下來之後 因為這是什麼 波段單開始做了 所以流餐 禮拜三開始進殘 空單 流餐 一流餐之後 隔天跳空開低 開低之後再加空 尾盤再空 波段228點 七八一三放空 單沖單進殘 波段單 第二筆進殘 是不是 進殘之後 波段硬賺嘛 單沖也賺 繼續再賺 波段賺 單沖賺 波段228點 兩天時間 45600塊 我看我 繼續流餐 明天繼續賺 到禮拜五 開盤直接跳空開低到7600塊 投資朋友 這三筆單 這三筆單 兩天 大賺 654點 654點 多少錢 13萬多 投資朋友 好不好賺 牌子開盤 在7600 三筆空單計算 兩天大跌654點 我們在利用市場恐慌QE退場之際 開始做獲利回補收割 兩天654點 恭喜會員 我說的 我要讓你賺錢 我就真的做到了 跟你講說 六月份如果你錯過了 七月份的列車 你一定要上車 你一直在看 你看人家怎麼做的 兩天時間 三天 三筆單 大跌654點 做對的 恭喜 做錯的話 那不是很冤枉嗎 歐老師又告訴過你了 你應該利用7月份的時候 一樣跟著我們的腳步 兩天時間 說到做到 我證明給你看 所以我想一個路會的價值在於哪裡 就是我一定要讓你賺錢 如果今天我無法讓你賺錢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 但今天如果我可以讓你賺錢 請問 你要不要付出一點成本 付出一點費用 我想這是很公道的嘛 天底下沒有那種 所謂不勞而貨 看電視都能夠賺錢 那你要為什麼要加入會員 如果你加入會員 你可以讓你賺錢 有利可圖 你要不要做 你看他怎麼做的 禮拜三 開始啟動 放空 單衝撞 放空 單衝撞 燒到7600 大跌654點 所以在股票市場裡面 很多人輸的不是資金 而是理智 因為很多人是做多 一路套套套套 到昨天上個禮拜五 多單砍到7600 人家是7600開始補 補完之後 做多做空 隨便做馬撞 投資朋友 重點是你的理智不能夠善失 像今天 我們開高 開低 反彈 7626空 殺到7600 正負點補 還有7611正負點補 好 投資朋友看清楚了 7626放空 摳訊 把它放近一點 對 7626 7600補 正負5點 因為最低剛好殺到 7602 我們是設7600補 所以這一筆確實是有點勉強 因為00正負5點 剛好是有摸到 但有些人可能沒有補到 好沒關係 7611正負5點補 那低點好不好 7616 還是一樣 標準值之內 還是有摸到 所以投資朋友 所以今天我們的空單 雖然補的 不是很好 但至少是讓你在穩健中操作 我們的操作 如果 絕對是有憑有據 你就用猜的 用猜的 可能只要對一次而已 但重點是 我們這一路以來 是一路的 告訴你放空 放空 放空 所以都假賺的 都假賺的 你說我們賺多少 那假賺的 這句話 接下來行情裡面 如果這一波的反彈 你沒有跟上腳步 做逃命 未來再殺破敵的時候 你再來找我 你為什麼讓你的錢賠光之後再來找我 如果有機會可以讓你小賠 你要想辦法讓你的錢變小賠 大賠變小賠 以後你還有機會贏回來 如果你在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你一次輸光 你一次畢業 以後就算有再好的機會 你都無法綁回來 投資朋友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放空 我是有告訴過你 美國古然如預期反彈 收紅 收斬 今天我們會認為什麼 還會再撤低 既然會撤低 那麼我們就利用盤中擊殺的時候 之前 我們要放今年也沒關係 對 利用盤中擊殺之前 做空嘛 對不對 重新再利用高點放空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要空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認為今天盤中會有擊殺 還會再撤低 果然沒有錯 所以下對柱贏一次 跟對人是贏一次 你如果說當作騎或是賭博 那有時贏有時錯 那是在賭 但是如果你在跟對人的話 每一把每一把都是穩中求力 那麼你才有機會 不斷的去累積你的獲利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今天大盤在跌的時候 跌0.45 它的幅度 比大陸股市 香港 來得輕 大陸跌多少跌了5% 恐怖跌5% 整個大陸股市如果你看 這個現行的話 大盤今天是不是沒有破低 大盤沒破低 但大陸股市看到沒 長黑重錯跌了5% 好 為什麼 表面上是說 正所稅修正版 在明天立院要表決 但投資朋友 過跟不過 那不是你能決定的 你能夠決定的 控制的是什麼 它如果過了 那麼這個利多 它到底是讓你做逃命 還是給你一次 從底部往上起攻的反彈 它到底是個利多的起跑 還是利多的逃命 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尾盤會殺 很有意思喔 尾盤會殺 表面上是信心不足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把它記起來 有所謂最後吞噬 那這個最後吞噬的意思 在說什麼 它會讓你做最後一次逃命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低點 沒有破低點 7-7-4-4低點沒破 我們把它放低一點 沒關係 低點沒破 高點7-8-15也沒過 所以目前的關鍵在於什麼 禮拜二明天 別做錯方向了喔 因為人家做對 是之前是一路放空下來 做空賺錢之後 有反彈 他可以做強反彈 對不對 是做空賺 做多也可以賺 那如果是輸家 就是你說的 過去是做多一路套 一路套 一路套 那到這個地方 腳跟手 都叫不起來了 反彈的時候你要做好逃命 因為你做好逃命 能夠讓你的錢少賠 少賠你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如果說你有任何的問題 真的你要利用今天 更善腳步 我講過了 今年高零就在520 而這個520 你看看它怎麼做的 放空 963.8放空 一路殺到912.6 三口單15萬 有沒有 963.8 但是5月份做的 這一趟三口單15萬 而3月份做的金融指數 三口單13萬 我們金融指數 是做波段的 7月份 我們還沒進場 我什麼時候要進場 你要跟上腳步 金融指數 我們把它做波段的 就不用去管那什麼 短線上那個政府 你看嘛 你不用去管中間的價差 一波 到結算 三口單13萬 三口單15萬 三口單 同時沒有 15萬 13萬多少 28萬 單做金融指數 三口單 就有28萬 好不好賺 就是這個比眼光嘛 跟上腳步 不要去計較說 什麼費用多少 如果能夠讓你賺錢 多少錢都值得做 因為它是有利可圖 以後我們教你選擇選擇翻倍 你看看它怎麼做 在520之後 告訴你翻倍 5月23號 3倍 大漲3倍 6月6號 7700大漲6成 6月13號 大漲5倍 好 這些情況 1萬塊 經過這樣的翻倍之後 變16萬 5萬塊 能夠變成80萬 錢越多 翻倍就越多 我跟你講過 全力放空 你要跟上腳步 當時的環境72小時 全力放空 投資朋友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沒有做 好 我們空軍凱旋規隊之後 利用反彈的時候 再殺 再空 6比 你做了什麼事情 人家是大獲全勝 你開始緊張 我說端午變盤 放空 壓翻倍 你說老師啊 有可能嗎 我做給你看 放空 恭賀大勝 端午變盤 大跌做說 灌破8000 空軍全面大勝 恭喜大家 所以我說過 要幫你換一手好牌 七月份列車啟動 七月份你看到什麼 兩天時間而已 三比單 大跌654點 恭喜會員 恭喜會員 黃赫 兩天 654點 沒有很難 在股票市場裡面 它是印表機 它也是稅子機 該怎麼做 訊息最重要 有人說啦 行情不好做 錢難賺 難賺錢 賺錢難 但你的訊息 如果是可以讓你賺錢的 錢好賺 好賺錢 賺好錢 差別差在於訊息的好跟壞 不要去跟你的醫院計較手續費 不要去跟你的老師計較費用 因為只要能夠讓你賺錢 信心回來了 單子越打越出 錢越賺越多 不要怕跨出一大步 你用兩小步 你跨不出你內心的深淵 因為這個時候 只有做空能夠賺錢 而做空該怎麼做 你要跟上真正贏家的腳步 利用廣告的機會 好好把握有任何問題 可以來電做諮詢 待會再回來 水果是人類千年的主要糧食 而經洗美生計 獨家萃取紅薯蛋白HC加 高機能代謝負方 吃得少卻吃得飽 動得少卻代謝高 一天一次超方便 HIMI喜美生計 試用索取 0800-023-333 或上網搜尋 紅薯蛋白HC加 成都董顧歐老師 單倍達政 空軍大勝 反擊驗證專案速達針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董顧歐老師 單倍達政 空軍大勝 反擊驗證專案速達針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董顧就像已推述 右術以全力便器審視 觀形渡時 翁老師同雙碎形黑線預測學 如何西方財務工程的 碎形結合 及東方百年逆傳的 黑線戰法 讓您提前預測明天 善用轉折 看準一日行情 受力不盡 看準三日行情 歐阳天下 02-2752-5868 成都董顧 值得托付 成都董顧歐老師 單倍達政 空軍大勝 反擊驗證專案速達針線 02-2752-5868 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副額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擺有 嘴氣體啊 先用氣體 五分鐘 我想大房燒到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去處理你手中的股票 打破窘雨悶 要怎麼樣換一手好牌 投資朋友 如果你的股票是這種股票 之前的小型股去做追的 四開 鮮火 辛達 全埔 結班 這些股票 如果你去追的 想辦法處理 因為這些股票太小了 所以說必須要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有 可能有些人沒有 你拿出你的電話 去處理你的問題 他如果繼續在殺 那怎麼辦 因為跟你講過了 怎麼樣換一手好牌 有些股票必須要換 例如像什麼 一些股票 如果是屬於利多高融資股 這一些股票 是不能夠做攤平的 例如像什麼一樣 台積電 一路在殺 看到沒 七月份 三月 七月三號可能要出圈息 但你看到什麼 一路殺 融資一路增 你可能會為了要賺 股息 結果賠了價差 那不是很冤枉嗎 而且我們就跟你講過 酸空 夜空酸心 當時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跑掉 恭喜你 如果你沒跑掉 一路殺你 一路接 小心 中股票 不能夠做攤平 像鴻海 我們那時候就跟你講過 放空 你不聽 鴻海一路殺 兩路一路放空 投資朋友 就算你不喜歡放空 你也不能夠亂接 該怎麼做 你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有些股票 剛做投的 要斷打賣出 例如像什麼股票一樣 TPK 今天殺 跌頂棒 這我們是告訴過你 灌破平台切線 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跑 恭喜你 而且之前我們告訴過你 TPK 有沒有 當時蓋起來 包中的股票 二號 那時候你有聽 恭喜你 我們是告訴過你 TPK要放空 585 580 572 要放空 你看現在殺下來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我的訊息給帶到 我們是為了你好 群川 今天又殺破底了 你的態度 會決定你的深度 跟你的管度 我們是為了你好 我們不是在跟你做生意 如果你的股票 現在目前剛好套住的 像中股票 已經做投破線的 反彈你一定要賣 例如像聯發科 有反彈你一定要賣 所以剛剛跟你講過了 破線 你不聽 殺成這樣子 那不是很可惜嗎 成星也是 之前都跟你提過了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投資朋友 當時的520 提醒你 解套解套解套 你應該怎麼做 逢高賣 反手空 如果你都錯過了 誰能夠幫你逆轉勝 只有贏家能夠幫你逆轉勝而已 而贏家是誰 就是之前放空 在市場開始恐慌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悄悄布局獲利中 我想大富翁團隊 我們敞開大門 我們歡迎你 跟上我們的腳步 跟上我們的列車 從今天開始 等明天 我要帶你繼續賺錢 如何改變你轉勝 從今天的一通電話開始 我們建立起友誼 建立起關係 我們明天開始帶你賺錢 我們明天見 歡迎您 今天來烏恰 明天下午 請訂閱 有請點鐘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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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